最真正要跟自己相處 其實就是你要真的閉上眼睛 去跟自己的內心溝通 四、五年前左右 自己是進入了一個輕度的撈屈情緒 因為那時候是 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做 令自己真的不想跟任何人說話 然後每天回家晚上就在哭 是很大很大的壓力 一個很平靜給自己獨處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FLOOPS的名字就是 Float和Relax加起來 我們想提供一個地方 人們去認識怎樣真的要花時間 去跟自己相處 因為每個人的能量很有限 當你不跟自己溝通 你就不會知道自己 其實內心想要什麼 很容易把你的能量去放 它不跟你的事 你都會放進去 變成人就會很快就會 很累 很大壓力 很迷失 你就很自然地 連最簡單的快樂 都不知道怎樣得到你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就是因為你沒有花時間 去了解自己 或者跟自己相處 而變成為何一個都市 為何那麼多人有情緒病 Floaf水鳥的概念就是 要你真的自己一個人 沒有跟外界的交流 專注到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心條 自己的身體 的每一部分 最後完結的時候 就有一個真的好像在夢裡醒來的感覺 原來就是進入了一個叫做 Veta的狀態 就是你快要睡著 但又還沒睡得著 你還會對環境有一點點感覺 其實這是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有些東西引起了他很生氣 但其實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很生氣 他只知道自己越來越生氣 情緒的免疫力 是很多人不懂得做的 你要在一個很高度專注的環境之下 去感受你自己的情緒 去感受你自己的感覺 當你保持這個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很自然 對很多離的情緒 你就會懂得去做免疫